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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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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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宏益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宋楚瑜今天的選報 他的副手是林瑞雄 這個李宜監的前輩 那麼看起來他是要玩真的 但是这个国民党释出很多的这个讯息 希望他不要分裂 希望国民党跟亲民党能够合作 但是看起来形势已经没有办法这个逆转 可是我们看到过去的民调 很多的民调说 宋楚瑜如果选其实是有利马英九不利蔡英文 可是到底今天国民党在紧张什么 所以南方硕先生他写了一篇文章 大家在国内可能都看不到 那么他写的文章是 有些媒体在制造数据 目的是让大家认为马英九遥遥领先 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 这样说的目的是 这个观众朋友要认清问题的本质 要看清楚 很多的事情是假 另外呢 我们要来看 那如果说宋楚瑜真的选举 对马总统的影响有多大 按照南方硕先生 假定他拉到了蓝领5%的选票 马英九可能就落选了 那到底会影响多大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不过国民党我相信很紧张 因为过去谈到老农津贴 国民党都说这政治 这是不正义 这是阶级对立 这是仇恨 想不到这个老农津贴 今天竟然排入了国会的议程 国民党为什么要来排入 是你怕什么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今天会给大家看一个台湾的农民 万灵境有多可能 万灵境有多可能 竟然老农津贴不给人 我感觉这已经是没良心了 那么另外是 蔡英文已经从美国访问回来 那么在洛杉矶 那年有说超过三千人爆满 经补充在洛杉矶 按照今天媒体说有一千人 为什么是三千对一千 不是生世真好吗 还是本质问题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那么巴勒斯坦决定 在这个礼拜申请加入联合国 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承认它 这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欺悉 这个国家有多大 人口有多少奋斗几十年 对台湾启示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解读 来分析赶快来介绍来宾 台湾是《全时报》周刊的总编辑吴国栋 郭东兄你好 红一好 台湾 好 另外的是律师徐国勇 徐律师 徐律师 徐律师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以及东北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 徐永明 徐老师 徐老师你好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政治记者中年华 年华你好 红一 郭美朗 请大家好 好 另外的是台北大学工刑系的副教授 何汉均 何老师 徐老师你好 同意好 大家好 好 以及新台湾国策智库的助理研究员 何博文 博文你好 大家安安 大家好 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宋楚瑜 宣布了他的副手人选 我们来看一看一看 千呼万唤使出来 宋楚瑜选定的副手就是他 林瑞雄 因为我们要找回台湾的雄中 对不对 我们的政治实在好像一潭污水 那个绝对不符合公共卫生的条件 所以因此宋楚瑜就请出一位 公共卫生的专家 就像这样宋楚瑜数度获起 林瑞雄的手如获至宝 前一晚才拍板丁案 连宋楚瑜都很紧张 找不出来那真实漏气 对不对 但是请他出来以后 心里面院长谢谢 终于叛到副手 宋楚瑜顺利登记 林瑞雄也很有信心 连数没有百万 他可不选 我是不是答应一百万才会上架 我答应就只要一百万 我才会上架 因为那是给我的信心 怎么可能没有一百万 宋楚瑜寻两千年 张焦雄模式 找政坛素人搭档竞选 只是宣布参选不到一天时间 林瑞雄就传出具有双重国籍 也让宋楚瑜赶紧灭火 昨天终于答应 他当时就很明白地告诉过我 他有双重国籍 有他自己也会公开地宣布 来放弃美国的国籍 宋楚瑜抓紧媒体注意力 好那么针对宋楚瑜参选 今天国民党的反应 我们先给大家看 这是吴敦义院长说 国亲和吴奎说 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 最后一秒钟 他们希望都能够合作 这个是国民党的文传会的发言人 叫庄伯仲 他说还是不放弃 国亲合作 那么这个是 今天的中国时报 马英九突然发声明 愿意向宋楚瑜请议 判国亲合作 这是今天的联合晚报 蓝营的吴敦义 王金平都说 能希望合作 郁慕明说 宋楚瑜你要承担可能的结果 所以国民党非常坚定 希望能够合作 马总统甚至希望能够见到宋楚瑜的面 可是这个事情很怪 按照 8月5号中国时报 宋楚瑜如果参选 那么会吸走马英九9% 会吸走蔡英文12% 按照 两天前的联合报 9月 对不起 昨天的联合报 9月19号 如果是宋楚瑜参选 那么马英九的支持率会从4成6降为4成 跌6% 蔡英文会从3成9降为3成2跌7% 所以 看起来民调都是不利蔡英文 那国民党紧张什么呢 请教一下 宋楚瑜 你觉得今天国民党露软 今天姿态比较软 连之前痛批宋楚瑜的玉慕民 今天也没有讲什么重话 只不过提琴你要承担分裂的危险 为什么国民党露软 如果民调照理说的 国民党今天应该再痛骂宋楚瑜 对 你最好来参选 我等你来 不是要鼓励他参选 因为鼓励蔡英文 要鼓励他才对嘛 而且我觉得国民党应该要发动全国的各乡镇的地方党部 帮他联署 而且党产捐个10亿给宋楚瑜当竞选经费 因为这样马英九穆赢嘛 蔡英文会输嘛 但是我们看到不是这么一回事 马英九有什么杖 宋楚瑜已经说今天要公布夫妻